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去年的时候也是一直否认凤子成婚 凤子按照现在生下宝宝的时间来推理 如果是足月产子十月怀胎 那就是陈凯玲在去年六月份的时候就怀孕了 妥妥的凤子成婚 郑佳颖和陈凯玲的恋爱因为年龄相差 被媒体比喻为妇女恋 郑佳颖1969年出生 而陈凯玲1991年出生 两人相差22岁 据说陈凯玲的父亲 比郑佳颖大不了几岁的 之前一直反对这段感情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才同意了 陈凯玲外形条件很好的 在2013年获得香港小姐冠军 到了2015年 就公开和郑佳颖拍拖的感情 去年也就是2018年8月份举办的婚礼 11月份宣布怀孕 虽然郑佳颖比陈凯玲大22岁 但是郑佳颖保养得很好 从外表上看两人还是很般配的 你们觉得呢 吉他